天璣心在夫妻宫啊 其實就是一個很容易感情會有問題的狀況 劈腿啊 外遇啊 病心啊 跟就情人 就情年年啊 大家好 本命盤夫妻宫 每一個心要 然後加上四話的這一系列的教學影片 不知道大家其實不例外的 就是會有人上來批評我 批評OK啦 但是大家麻煩拿學理來批評 或者是說 有一些東西啊 實在是 我們就是論點不一樣 譬如說那個天象畫技這件事情 那我就是覺得天象畫技嘛 我有影片然後有文章然後告訴你說 為什麼天象畫技 至少我們講的不會 是那種什麼天象因為是宰相不能畫技 或是說那個天童 那個因為怎麼樣他一定要畫技 坦白說我覺得這種論調都很奇怪 你所講的其實不是一個學理上的東西 你是一個 你自己的認知嘛 這種論調就好像那個 男人一定都花心 女人一定都怎麼樣 對不對 那照你這樣子講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照你這樣講 那那些 那些把小孩打死的呢 那些當父呢 對不對 那些為了一個女人一輩子守身如玉的男人呢 那不是也存在嗎 所以我們說 在談學理的時候啊 很難去用這種講法來論 麻煩大家來跟我爭論這個事情的 就可以退敷了 如果覺得 我們這樣子講是有合理的有道理的 你自己驗證會準的 你就繼續留下來聽 好吧 那我們現在來教天積星 這一次呢 一樣講本命複西宮 天積這顆星 天積這顆星呢 在看我們的頻道呢 就會知道說 這顆星最基礎的 我們在討論星藥的時候啊 就告訴大家說 每一個星藥怎麼去解釋 必須要去掌握 它那個最基礎的 核心價值 那基礎核心價值在哪邊呢 在於化氣是什麼 每顆星藥有它化氣的部分 天積星呢 化氣為善 但是這個善呢 它會分成兩個意思 一個呢 叫善良 一個呢 叫善變 那這個是 大家在學天積的時候啊 覺得很難去掌握的 為什麼 因為呢 天積星在 夫妻宮啊 其實就是一個 很容易 感情會有問題的狀況 劈腿啊 外遇啊 病星啊 跟舊情人 舊情年年啊 扯不斷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次在上課的時候 只要教到這一段 我們在講說他善良 學生就拿著他前男友的盤說 放屁老師 這個人一直在劈腿 那我只好告訴他說 沒有啦 他還會善變 那學生就很痛苦囉 那他到底是善良還是善變 為什麼如此呢 像我們在講說 斗數裡面啊 有很多顆星 那很多顆星呢 其實 他每一顆星都有那一種 很深層的層面跟 很複雜的一面 我們華人的教育呢很容易把人交成是一個單一面向 為什麼一個人善良就不能善變 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對你很好 這叫善良 可是我不愛你了 我就走掉 這叫善變 他可以同時存在啊 他因為不衝突 那你會說 可是善良他就不應該離開我啊 善良沒有對你一個人善良 那可能對另外一個人也善良啊 大家在學命理的時候啊 很痛苦的點都是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去接受 人會有很多很多的迷向 那天積星呢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天積星主要的概念叫做啊 他是一個 不喜歡一成不變的人 但是呢 他又是一個善良的人 那往往 他在情感上面 他就必須去取決 他到底是 應該要善良呢 還是應該要去追求 他所想要的東西 這個善良 同時的他也有可能會變成是說 當他前女友或前男友回來找他的時候 他不忍心去拒絕人家 那可能也就變成 你覺得喔你這個女人不忠 或是你這個男人怎麼樣 可是那就是他善良啊 在星耀上面呢 我們常會碰到這樣子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善良就應該是對面 沒有 我們就講 盤上的東西就是他的東西 那他的善良就是他的價值 他的價值不見得在你身上 這個人對愛情忠貞 他可能對他前男友忠貞啊 所以不管你跟他在一起多久 跟他對他多好 他前男友只要回來找他 他就走掉了 因為他對前男友忠貞嘛 但不是對你啊 這種人當然就可以放棄 那是不是說 天機星的人呢 一定就是 這麼的 會變動啊 在感情上面 然後是不是就這麼的會亂來呢 其實也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是要去看 每一顆星 他對攻是什麼 以及 他碰到什麼樣的死化 那我們今天呢 先來介紹 天機星 天機星呢 如果在醜味這個位置呢 他剛好啊 會跟天良星對攻 然後呢 天機星呢 如果在這邊 剛好呢 會跟天良星同攻 那天機這個組合呢 是很有趣的 天機的這個組合呢 在 積良同攻這一段呢 他會告訴你說啊 這個叫做積良善談兵 深層的意思呢 叫做他只會打嘴炮而已 事情只會講 但是不會做 所以通常被視為 叫做沒有行動力 可是呢 在對拱的這一組呢 他卻會被視為啊 是 不安穩的 不穩定的 然後容易跑來跑去的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乍看好像是 如果我的夫妻公做積良 那 我就是個很乖的人 因為我的感情希望要穩定 那如果是對拱的這一組呢 我就想要變動 所以呢這兩組呢 一組通常被視為叫穩定 另外一組被視為叫變動 穩定的基本原因就是因為啊 天機的旁邊 有一顆天良星幫著他 那天良星呢 簡單來講就是老人家的星耀 老人家會叫他 你要有變動的時候 好好想一下喔 不要亂來 所以他會被視為是穩定 可是呢 對面這邊呢 如果他對面是天良呢 為什麼會被視為反而是變動呢 就是因為啊 這個老人家 同工的時候 我在幫著你多下 我在外面的時候呢 這邊啊 就是各個工位的在外表現嘛 我各個工位在外表現 想要做好人跟好事 那我當然就要有行動力 再加上我有個不安穩的心 那我就反而就變成變動 這是為什麼一個是 對拱會變動 而同工 反而會穩定的基本概念 可是呢這個基本概念呢 他都會受到什麼東西影響 會受到煞星的影響 也就是說 我本來想要好好對 可是突然 有一股煞星進來 煞星叫做 我們內心的那個沒有辦法控制的 情感衝動 那我就有可能會有變動性 那當然以這兩組來說 這一組 相對的穩定 這一組呢 隨便補一顆進來 他就會變動 他就會變動 那畫技會不會呢 畫技叫做內心有空虛對不對 我內心有空虛當然就想要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但是如果在這一組呢 我一邊想要做不同的事情 一邊旁邊那個老家子告訴我說 你要多想想 所以 我可能會有很多想法 可是我不見得真的會 希望現狀去改變 但是如果是對拱這一組呢 那就有可能 他會比較容易是希望現狀去改變 他基本上呢 這兩個組的結構有這樣的差異性 有這樣的差異性 然後再加上四化 再加上四化 天璣星 他基本上四化俱備 陸權科技都有 畫陸 畫權 畫科 跟畫技 當他在本命夫妻公的時候 當他本命夫妻公的時候 如果天璣化路 天璣化路 本命夫妻公有天璣星 我們一般就會視為說 他是一個 有很多想法 然後呢 希望 感情的對 感情不要一成不變 然後也希望感情的對象 是要很聰明的人 然後可以帶給他很多的 想法的人 因為本命夫妻公談的是 你喜歡的類型 跟你希望感情裡面得到什麼樣的待遇 所以天璣星在本命夫妻公 我們可以把它討論成 我喜歡聰明的人 然後 有很多想法的人 然後希望我在感情的 狀況裡面 不要一成不變 那當然還要看對公是什麼 那如果他對公是天良 他還要希望 他的感情 相對來講 是比較穩定的 然後是 比較 遇到的人 是比較成熟的 然後 可以帶給他很多很多 人生的 的道理跟經驗的人 他這樣的感情態度 如果化路 那就表示說 因為他有很多的想法 然後這樣子 懂得去找 博學的人 那他既然要 找博學的人 既然要找聰明的人 當然他自己也不能是笨蛋 所以 這樣子的感情態度 讓他 很容易 在 情感上面呢 會有很多的機會 自己每天呆呆的都不想 去接受 新的對象 那 你怎麼會有 化路這種 本來不屬於而 多出來的東西呢 當然就是呆呆的嘛 比如說天璣跟巨門的那一柱 如果他自己是一個 願意 有不同的變化的 然後願意 在感情上投注一些 想法的 當然就會造成 他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出現 很多機會出現呢 在機梁的這一組呢 一樣的老人家會叫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如果有煞技星進來 同時的那他當然也會覺得 哇那我機會很多那我該怎麼辦 但是那個老人家會 注意叫他說你要拐一點 可是我是對孔的這一組呢 他就會覺得我有這麼多的條件進來 那我在外面又想要當好人 希望 大家都跟我很好 很容易再加上煞技星 那個對人的很好很容易就會 就會讓人家有錯誤的想法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劃拳呢 劃拳 劃拳基本上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因為我希望能夠掌控 即使他 會有很多的機會 通常他也希望是 穩穩的 不要太大的變動 就算要有 也不要 超過兩個 這樣他比較控制得住 所以劃拳呢 在這上面來講 他相對他來講是穩定的 即便是在對孔的這一組上面 即便是在對孔的這一組上面 至少他會是那種 我要劈腿 也要先想好怎麼把舊的甩掉 然後呢 先搞定好新的這一個 因為他能夠掌控 如果呢 這畫科呢 畫科基本上 他在情感上面的追求 比較在乎的是 自己 在感情裡面 能不能夠得到好的名聲跟讚上 能不能夠得到 讓大家覺得 哇你這個人是很不錯的 那這樣子的心態之下 他會不會有變動跟花心 他其實會偏向善良的部分比較多 我對人都很好 然後我也希望 大家都覺得我不錯 可是要擔心的一樣是 當然有煞氣星進來 或者是說有一些 桃花星進來的時候 其他桃花星進來的時候 那就容易 在人家的吹捧之下 他就完掉了 但是 正常的狀況 他是會在乎自己的名聲的 也就是說至少他不敢讓人家知道說 喔原來你是綠茶錶 他至少不敢這樣子 那畫技呢 畫技我們講說他是空缺 也就是說 你不斷的很多想法 想來想去 就越想越空缺 所以我們常講說天積畫技 叫做聰明反背聰明物 原因就在這裡 那你想很多 你需要有很多的時候 如果 是童工 也許會好一點 可是如果是對狗 然後加上三方陣又有煞進來 如果又有一些 匯合進來一些桃花星的話 很容易就會變成是 我這個也要那個也要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 在感情上面我就會覺得 那我其實也不是 那麼愛我前男友 但是他又對我很好 就容易卡在這種 心思的情緒裡面 總而言之呢 天積星啊在夫妻宮的人啊 通常 他即便是 有感情的 分岔 就像頭髮的分岔一樣 他也是不得已的 因為他的內心裡面 尤其在天良心 對功或同功的時候 因為他的內心裡面 他只想要做個好人而已 但是 大家知道往往好人 沒有那麼容易做 對不對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支持率如果高 我們馬上來講天積星 另外一個祝賀 人來講, 請進 來吧 來吧